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睇本期的生活调查团 我是嘉嘉 现在越来越多人 就喜欢拿一些干果来做零食 比如说是葡萄脂肝 又或者是红棗肝等等 因为吃起身既营养又美味 在挑选的过程中 也有不少的朋友喜欢 加一些颜色鲜艳一点 还有看上去外表比较漂亮一点 不过你又知不知道 外表如果越鲜艳和越漂亮的 很有可能是被掩饰过的 众所周知葡萄干种类多 如果按照葡萄干的外观颜色 有绿葡萄干 红葡萄干 黄葡萄干 黑葡萄干 和紫葡萄干 其中大家最常使用的是 黄色和绿色的葡萄干 而我们发现 现在网上流传两个讲法 说这个太绿或者太黄的葡萄干 都有染色问题 第一 太绿葡萄干不可以买 因为绿色葡萄用强碱触干剂 会残留在强碱的表面 第二 黄色葡萄干颜色过于鲜黄 可能是用硫磺分裂 陈旧的绿葡萄而成的 到底这些的讲法对不对 我们一一调查清楚 就等我们看看葡萄干是怎样制作而成的了 目前葡萄干的干制方法 本常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是采用在阳光下爆晒的方法 在一些地区 可能阳光或者气候非常干燥 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这样子 或者果实在阳光下爆晒十天左右 第二种方法的话 就是采用通风防阴干的方法 这种方法常见于在我国的一些新疆 这个地区 它的气候就非常适合 就是通风防阴干的方法 通常要在兵工防阴下 大概四十个方法 那么另外第三种 现在因为技术的进步 我们采用人工去空干的方式 专家告诉我们听 目前葡萄制作工艺 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步骤 原料选取 展串 干制 回软 其中不同地区的干制方式有点不同 如果在太阳猛烈的热带地区 将葡萄装入盘 在烈日之下暴晒十天左右 即可晒干 我国新疆气候条件 适宜制作葡萄干 不采用直接日晒的方法 而是挂在通风室内阴干 这种阴干发制成的葡萄干 质量优良 情半透明状 不变性 而由于技术的进步 现在很多葡萄干是控干机 快速控干移成的 原来现在制作葡萄子干的方法 就分为三种 第一种就是放在太阳底下直接暴晒 而第二种就是放在暗房里面晒晒 第三种也是近年来采用得比较多的快速制干法 首先就要将葡萄籽脱水 然后放在暗房里面晒晒 又或者用空干机来空干 这样就可以大大地缩减它的制干时间 第一条的传言就是 太绿的葡萄籽干不要买 那会不会是说在这个制干的过程当中 加入了强简触干剂呢 那到底这个强简触干剂又是什么来的 葡萄的表面呢是有一层辣植的 那么现在在购买新鲜葡萄的时候呢 就会看到它变化那层白色的粉末 那么尤其是一些紫色的葡萄 可能会更加明显一些 那么这层白色的粉末呢 其实就是它的作用呢 是保障让葡萄的水分 不要那么快地蒸发 那么在处理 在制作葡萄干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要处理这一层白色的粉末 那么这个处理的办法呢 就是使用三叶 专家说新鲜葡萄采摘之后 会将葡萄放在1.5%到4%的 氢氧化纳溶液当中 浸距1到5秒 这样会缩短葡萄干的控干时间 减少原料损失 对葡萄干的品相也有积极作用 是制作葡萄干的一种工艺 但是强简具有腐食性 一旦误食会导致中痛 那么经过简处理的葡萄干 表面会残留多少简呢 市场上面的葡萄干 可不可以放心食用呢 究竟看上去偏绿的葡萄籽干 会不会是添加了强简出干剂呢 那我们现在立刻来做个实验 在大家的面前 桌面上就放了四包的样品 分别1、2号就是在市场买回来的 散装青葡萄籽干 而3、4号就是在超市买回来的 罐装葡萄籽干和代装葡萄籽干 我们现在分别将它们 拿出来的培养面 来看看它们的颜色和气味会如何 从表面观察来看 前两款从市面上购买的 绿色葡萄干的颜色分布不均匀 有些就录到发亮 而有些的光就比较 剩下的两款从超市购买的代装 和罐装绿色的葡萄干 又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第三款 罐装的葡萄籽干 相比起散装的话 罐装的颜色分布和波粒大小 就会稍微正常一点 可以看到整包的葡萄籽干 大多数都是呈现一种 青绿色的状态 偶尔 只有一两粒 是会有少少暗黑暗黑的感觉 就像这一粒 和散装葡萄干不同 这款罐装的葡萄干 整体呈现青绿色 颜色比较均匀 那传言就说 太绿的葡萄干就不可以买 会有强简残陋 那第三款的葡萄干 颜色那么绿 会不会是有问题的呢 我们还是来对比一下 第四款的葡萄干 好了 那最后再来看看 第四包的样品 那就是袋装的葡萄籽干 这个它呈现的颜色 就没有第三款那么鲜绿的 整体状态是较绿的情况 就不会说有些很黑乱乱 还有有些特别青的 第三款是差不多 只不过颜色 比起第三款的话 可能是要暗一点 暗一点 它果香味和第三款是差不多的 比起一二款是要浓一点的 可能怕是一二款它是散装 放置在空气当中比较久 所以味道会挥发一点点 所以说四款当中 闻起来最酸最酸的就是一号 而继而就是二三四 其实酸甜度也是适中的 科粒大小来说 最不均匀的是第二款 第一款的科粒大小也是挺好的 和三四都是差不多的 这样看来 四款葡萄干的颜色 最青绿的就是第三款 从超市购买的袋装葡萄干 其他的三款称黄不均匀 到底这些绿色葡萄干 是不是使用了强碱速干制 如果是使用了碱处理 葡萄干的表面又会残留多少的碱 那我们现在就将这些葡萄籽干 拿去浸水 然后测一下它的酸碱度 拿我手上的这个PH的酸碱度 测试纸来测试一下 看看它们的酸碱情况会是怎样 这次实验我们准备了四个小杯 首先调查完分别往四个杯里面 添加同样份量的葡萄干 然后也都加入适量的水 检测结果显示 前两款散张葡萄干都显示酸性 那剩下的两款 结果是不是都一样了 接着测一下第三个 都是绿的 呈现一个若酸性偏中性的情况 好 最后来看看第四款 那全部测试完之后 我们发现其实结果都是差不多类同的 都是在酸碱度的对比式卡上面 是6左右 也就是说是一个偏酸性和中性之间的一个结果 那如果说这些葡萄籽干当中 是加了强碱速干劑的话 那测出来的酸碱度 应该是偏碱性的 但是我们出来的结果 刚好相反 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所买回来的这些样品当中 都没有添加强碱速干劑呢 我们通常在使用强碱浸泡过葡萄干之后 在晾晒之前还用清水浸泡去清洗 然后再去挂涉葡萄干 所以说这一层强碱速干劑 会停留在葡萄干的表面 调查到这里我们可以得知 被葡萄干加减也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在制作过程当中 它们并不会有多少残留在葡萄干里面 所以这条传言太绿的葡萄干不可以买 因为绿色葡萄用过强碱速干劑 会残留强碱表面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不过在调查员搜索绿葡萄干掩饰资资料的时候 我们却发现另一个令人终目惊心的新闻 近来无设一位居民在批发市场买了一袋的绿葡萄干 本来想着用温水浸一浸清洗灰尘 但没想到竟然泡出了一杯绿茶泥 那绿葡萄干为什么脱色脱得这么严重呢 它又是否经过掩饰 青葡萄干浸水竟然把水变成了绿茶 看上去非常恐怖 难道这些葡萄干是被掩饰过的 现在在桌面上放着四包的样品 依然就是之前做过酸简道实验的四包样品 分别两包就是在市场买分离的散装的葡萄干 而另外两包就是在超市买分离的 冠装葡萄干和代装葡萄干 我们现在立刻来看看它们的颜色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这四种葡萄干的颜色 这些都是呈现比较青绿的情况 甚至乎有一些个别的是特别特别青绿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 和这些看上去是特别青绿的 那难道这些看上去很青绿的 青葡萄干是被掩饰过的 那我们现在立刻来进行一下实验了 那我们会首先取四种样品相同的量放在杯里面 然后再用水来斩浸它 看看水的颜色会变成如何 或者实验方面我们已经准备好一壶的热水 首先调查完分别往四个杯里面放入等流的四种葡萄干 然后再往杯里面倒入相同含量的热水 好了 倒入热水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水 瞬间就从比较青绿的变成比较稳重 那除了稳重之外 其实我们没有发现其他变得特别绿的情况 那我们现在稍微等待三分钟的时间 看看稍后水会不会变成绿色 从实验结果来看 四款绿色葡萄泡水 除了变得相对比较稳重 都没有出现新闻里面所说的变成绿茶的情况 那到底市面上面的葡萄干 有没有可能出现染色的情况 如果说会泡出像绿茶一样的颜色葡萄干 那应该是经过染色的 但是正常情况下 新鲜的葡萄干 它表面是有成果的 那么就算是这样的葡萄干 它的表面是有那么多的沟壑 所以说基本上这个染色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如果真的要染色 这个相对的成本也会比较高 所以正常情况下 一般葡萄干的身份上 它也是不会采用这种方法 专家表示 葡萄干当中带有天然色素 经过清洗之后可能会出现颜色变化 但是这种颜色的变化很细微 就好像水变成绿茶这种情况 是不可能出现的 而且葡萄干染色成本高 利润低 事免上用人造色素对葡萄干进行染色并不多见 但是葡萄干如果被染色 那么经过清水浸泡之后 水肯定会有明显的变化 大家可以用此来进行铐变 除了葡萄干颜色过鹿 可能会染色的情况 第二条传言 黄色葡萄干是用硫黄分裂 陈旧绿葡萄而制成的 这个又是不是真的了 二氧化楼作为日常的视频添加剂 通常发挥着漂白剂 防腐剂还有抗氧化剂的功能 那么在制作葡萄干的时候 我们使用铐黄去对它进行宣制 不仅能够使用铐黄宣制之后 不仅能够防虫 而且能够提亮它的外观 然后看上去卖相也会比较好 专家表示 二氧化楼具有良好的漂白剂 防腐还有抗氧化的功能 是一种可允许日常食品添加剂 不过因为像葡萄干这样的干果 保质期短 用硫黄分裂可以延长保质期 提亮葡萄干外观 所以现在一些不法商家 会在制作过程当中 采用硫黄分裂的方式 进行加工葡萄干 令葡萄干残留二氧化楼超标 而一旦食品当中的二氧化楼超标 对人体也有不可估计的影响 那到底我们应该如何来铐别 被硫黄分裂的葡萄干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桌面上放了 一二三四号四包的黄色的葡萄干 大家对比一下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这一包就是青葡萄干 而前面那几包就是黄葡萄干 可以看到它们的颜色都是暗黄 有一些就是偏纤黄色亮黄色的 我们现在就将它们一一拿出来 看看它们的颜色 颜色和颜色的大小 以及它们的味道是如何 之前专家就跟我们说过 如果这个黄色的葡萄干 被楼黄分裂过的话 浸出来的水的颜色就会是黄色的 我们现在先来观察一下它们 然后再用水来浸浸它们 看看我们买回来的四款样品 会不会有存在被留纹分裂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款的样品 就是在市场买回来的 散装的黄葡萄干 在里面可以说是鱼木混珠 混了一些青葡萄干 这一粒就是青葡萄干 这一粒也是 这里大概有五六粒青葡萄干混在里面 而其他那些就是黄葡萄干 但它们的颜色也是不一的 像这些就呈现比较鲜黄 比较亮的黄色 像这些 和这些看上去就是黄到有少少发黑 是从里面的深度发出来的黑色 我们看到它的波粒也是相对比较均匀 只不过颜色就不一 而且还参加了青葡萄干在里面 我们现在闻一下它的味道 它是有很重的果香味 还有有少少酸 但这种酸的闻上去就不同 我们平时那种中药被硫黄崩过的 那种很刺激性的味道 这种酸就像是我们平时葡萄籽的那种 酸酸甜甜的味道 闻上去是比较正常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二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样品它的颜色比一套 分布得更加不均匀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是比较亮黄 淺黄色一些 像这一粒 和这一粒 这三粒都是比较亮黄色一些 但是你看看 好像这一粒已经黑了 和这一粒在煎煎度就开始发黑 这一粒是从中间开始暗黑了 可以看到这四粒大小都是比较均匀 只不过除了它的颜色 还比较重一之外 其他都看上去是相对正常的 我们再来闻一下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呢 果辣味跟一号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一款呢 闻上去就会比刚才那款更加酸一些 是偏酸一些的 但是这种酸呢 依然都不是我们平时流黄的 那种虎翅的酸味 从表面观察来看 前两份的葡萄干颜色不一 有些还是青绿色的 而有些就是呈现鲜黄色 而第三份葡萄干也都差不多 这四个葡萄干的颜色 就稍微有点不同了 颜色就交暗 同样黄色的葡萄干 为什么这些葡萄干颜色 会有这么明显的差别呢 到底这些的黄色葡萄干 有没有可能用硫黄分裂过呢 专家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通过清水浸泡的实验 进行简单的判变 葡萄干中是带有天然色素的 这种色素经过清体之后 可能会呈现一些颜色的变化 但这种颜色的变化呢 是非常细微的 而染色之后的葡萄干呢 会泡水之后 会呈现非常明显的鲜黄色 专家告诉我们 经过硫黄分裂的葡萄干 浸泡水之后 会呈现鲜黄色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清水浸泡葡萄干 实验 可以简单判别一下 葡萄干是否残留而让发流 那之前专家教过我们 如果是被硫黄分裂过的话 浸出来水的颜色 就会是黄色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浸一浸它们 看看出来的颜色会是怎样 首先调查员分别往四个杯里面 放入等量的四种葡萄干 然后再往杯里面 倒入相同含量的热水 经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 经过浸泡之后 前两款葡萄干的水 变成了淡黄色 后两款葡萄干的水 却没有变色 那这个是否意味着前两款葡萄干 是可能经过硫黄分裂的呢 其他两款又有没有呢 我们还是用检测来说话 通过一番的调查 以及以往的一些新闻曝光 我们可以知道了 一些陈年的葡萄籽干 会用一些二氧化硫 又或者是叫硫酸盐来分裂 令到它看上去呢 比较新一些 和颜色呢 是要鲜艳一点的 那不知道我们手上 拿着的这四包样品 有没有可能是被硫黄分裂过的呢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 每周一检找老师 帮我们做一下检测了 林老师你好 有点麻烦你了 你看在我手上呢 有四分的样品 那这些样品呢 分别就是在那个市场 买的散装的葡萄干 还有就是商场买的那种带装 还有罐装的葡萄干 那其实在食物当中 可以添加这个二氧化硫吗 有没有一个定量的呢 因为它可以有那个保鲜 防止抗氧化的那个作用 所以国家是允许可以放的 但是就国家它有一个限量标准 检测完表现 国家食品标准规定 二氧化楼是一种日常食品添加剂 但是这个含量不可能超过每千克 10毫升 我们购买的四款样品 前两款经浸泡都变成升 在这里其中的二氧化楼 会不会超标呢 我们性无二代 经过检测 虽然第一份葡萄干的二氧化楼含量偏高 但是总体这四份葡萄干都没有超标 不过检测完表示 如果长期食用含有过量二氧化楼的食物 轻者会对肠胃造成刺激 严重起身会危害人体健康 少量的二氧化楼进入原体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长期食用的话就会危害到原体的肠道功能 消化功能 就会造成肠道功能紊乱等的 如果过量的话 过量的二氧化楼进入原体的话 就会造成二氧化楼中毒 就会影响到生长发育之类的 检测员告诉我们 当食品当中的二氧化楼超过正常标准 它就可能会破坏我们人体内的维生素B1 影响生长发育 容易患有多化性神经炎 出现骨髓萎缩等症状 具有慢性毒性 虽然我们购买的四份药品 二氧化楼都在标准范围内 但是专家表示 在市面上还是存在经过硫黄分裂 二氧化楼超标的葡萄干 大家在购买的时候 可以通过以下三点进行间变 第一是要用闻的办法 就是你要闻一下这个葡萄干 它是不是有一些异味 或者是一些很明显的刺激味道 那有可能就是硫黄春之过的葡萄干 第二种是用长的方式 买一点葡萄干 都来尝试一下它的口感 如果手头的感觉偏酸 或者是有一些刺激味道 那就要警惕 有可能是硫黄春之过的 那么第三就是要看它的外观 如果它的外观异常的光纤漂亮 或者是有些不自然的颜色 那也是非常有可能是楼黄春之过的 用条例感觉稍有刺激 辣味或者原来的品质的味道改变 要警惕 这个可能是硫黄分裂过的 第三就是看 要看下食品的外观 如果食品的色质異常光纤 或者不是很自然的颜色 要多加留言 除了学会以上的方法 隔壁问题葡萄干 食品专家还提醒观众 隔壁葡萄干的制作方法和环境 在吃葡萄干之前 无论怎样的包装 我们都需要清洗葡萄干再食用 生活调查团小贴士 所有的葡萄干都是将葡萄摘了下来之后 在自然的条件之下进行凉晒 所以所有的葡萄干表面都会有一些的沉土和沙 很骯髒的 所以在食之前最好就简单处理一下 清洗葡萄干的方法 可以用35度左右的温水浸泡清洗葡萄干 并用手不断地搅拌 清洗的时间一般不要超过3分钟 方法二 直接用清水冲洗 或者将葡萄干放入水里面 废煮1到2分钟 然后再捞起身 放在干净的盘上 最后可以放入烤箱或者微波炉里面 稍为加热 将表面的水分净干 食品安全问题多 购买食用需调慎 然后电视机前的你 在购买葡萄干的时候 便可以试一下用纹和肆的方式 去隔别它的好坏 避免买到一些劣质的葡萄干 而另外在食之前 记得都要用热水去拿去清洗一下它 这样才可以食得安全和放心 以免将里面的细菌 带到肚子里面 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都差不多了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妨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的8点半 关注公共频道生活调查团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拜拜